走 走 方秘书 有人找 老板 我们刚抓了个人 以为是个小偷 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 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 对了 他说他去画针 人呢 带到办公室了 来一下 老板 他是你弟弟吗 我答应了他们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 你就会感谢他们的 给钱吧 我的命就是这么点钱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带他们走 等一下 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 放了他们 走吧 你们也出去 你来这儿干什么啊 你呢 你来这儿又是干什么 今天这趟生意 你要这儿有多少钱 彭记者的太太 跟你说什么了 不是彭太太 那是谁 谭世远没有告诉你吗 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 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 我现在也知道了 我是军人 我是军人 一旦终日开战 我会第一个上战点 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 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 让他们有一天 把走私来的乌纱铜油 变成炮弹 炸毁到我的头上来 所以我要来看看 现在我相信你 现在我相信你 华珍 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 只分好坏 对错 非黑即卖 但是我告诉你 绝大部分的时候 只是我们两个好人 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那你的不同的立场又是什么 我的立场 永远是画家 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 妈妈不知道 怕怕也是军人 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 他知道中国走的统一是如何的艰辛 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 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 人人都想从里外分出一点利益 怎么了 不行吗 你不理解这件事情 不代表它就是错的 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 不要以为你看到 你听到的才是真的 也不要引它来衡量我 到底是什么才是真的 难道在民族村王面前 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 谈好坏 谈对错 那我们根本就是联络人 我是你哥哥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 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 这不是观念 这是底线 兄弟心想外语节目 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 还在尽最后一次努力团结抗日 我们的党国动量却在偷偷走私 军需品给日本人 精致合作 人人之福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 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罕见和走狗吗 你狠死了 干吗 别人也会在军校学了点东西 我就不敢攻你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 说无论出什么事情 都要我保护着你 你现在能毫发无损地 回到学校 就是因为我还记得你是我弟弟 从小到大 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 我没有父母的陪伴 没有一起吃饭 一起说话的家庭 但我有一个哥哥 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 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 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 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 电雷学校跑到那里 他开了两天两夜的车送我去学校 跑着我在学校门口照项 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 哥 为什么是你 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 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那样的事情 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 不是 我什么事 我一定要去乌托邦里的人 你也要去乌托邦 他要去乌托邦 我可以乌托邦 我去乌托邦 我去了 我对乌托邦 我去乌托邦 你不用乌托邦 我现在帮你 给我乌托邦 优邦 可以乌托邦 你和我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我知道我们不同 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 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 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我可以为你当子弹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一切 不会改变 今天不会变 明天也不会变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你学校吧 走吧 走啊 走啊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走啊 走啊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 洛明敏被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 如果你现在回学校 我可以替你打电话 给他们求情 留他一条命 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 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骆明怎么了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 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 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放人 骆明明怎么了 他在哪儿 骆明明 是华 你多逗留一分钟 他就凿死一分钟 是谭世元还是李简直书 还是你 骆明明到底怎么了 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是谭世元 想好了 他还活着 现在还活着 你保证 我保证 只要你现在回学校 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我保证 送他回学校 跟胡教官说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是 是 还有 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 绝不要再提 我 没有 我是 就是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